在做半年放下之前 若是先把一些 證訊還有軍事看 看著眼淚在做半年放下 那時候一下子就眼淚就想睡 那時候會感睡 躺下去又再練 練到一下子就不知道就睡覺 這樣做正風到正前嗎 請好 請坐 這個把自己逼得太緊了 把自己逼得太緊 切少給自己空間 所以我們在送金的時候 就是虔誠的 全心全意的送金 送中 那你要做半年放下的時候 最好就是在精神飽滿的時候 那假如說我們一做半年放下 就分分易睡 這個時候就睡 先睡覺 等到我們醒過來以後 那個已經精神又來了 飽滿了 那個時候來做 因為半年放下 是要認識我們不生不妹 那個佛性本體 所以一定要慎重的對她 我們萬年放下 一面不生 寥寥不明的覺知 那個就是本來面目 所以那個本來面目 我們很久都沒有認識她了 所以要認識她呢 就是要很精神好的狀態之下 認識人以後 因為要讓她結成生胎 然後要讓她出生 讓她奴樸 讓她茹壯長大 所以要長期抗戰 不是說一兩天就好了 那我們開始的時候 假如說還有別的攀岩來 我們就要強烈的告訴自己 萬年放下 萬年放下 以這個萬年放下的這一個元 來批准萬年 然後做了一久 時間一久了以後 你自然一進入以後 不要告訴自己萬年放下 她就自然的萬年放下 已經到達 能夠體悟 寥寥不明的覺知 那個佛性本體 都已經呈現了 那呈現以後 我們再做我的元通 可跟元通就是要把 局限在身上的佛性 延伸出來 那延伸出來以後 讓她整個空間 真空廟有 都有佛性本體了 還要再培養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這樣 一直做了以後 她慢慢的 第六感就很明倫 那個來未來去未去 就有征兆 然後再後來慢慢 波羅廟智慧又產生 那波羅廟智慧產生 對領悟真理就很快 然後知道我們在凡層怎麼應對 你的佛性我會告訴你 那個事來了怎麼應 事去了就靜 佛性都會跟你講 你聽佛性的話 就絕對不會吃虧 絕對都是很出聲的 是這樣 來 來 操獄